澳洲的军机持续在西澳外海的印度洋搜寻 因为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消息就是失联的马来西亚航空MH370班机 可能已经坠落印度洋 机上227名乘客以及12名机组员 总共239人生死未捕 3月24号 马来西亚的总理正式对外说明 飞机已经坠海 3月26号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说明搜寻的进度 MRSA analysed the images and in one area of the ocean measuring some 400 square kilometers were able to identify 122 potential objects Some objects were a meter in length other were as much as 23 meters in length Some of the objects appeared to be bright possibly indicating solid material The objects wer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557 kilometers from Perth 得知不幸消息的家属痛苦万分 有人不愿意接受事实 有人痛批马来西亚政府以及马航 在过去这难熬的两个多礼拜以来 从来没有把话讲清楚 但有人也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 就把矛头指向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有些中国网民开始在微博以及网络上po文 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 又推论这起事件跟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有关 认为这是所谓新疆分裂的恐怖势力所主导 位于美国的维吾尔协会发出声明 要求有心人士不要再有意无意的暗示 民事马航MH370的失事是跟维吾尔族有关 因为这只会让同样在飞机上的维吾尔族人的家属 增加更多痛苦 在可能受难的乘客中就有维吾尔族人 交集的亲友从新疆坐飞机到北京 只希望可以等到好消息 不过非但亲人恐怕凶多吉少 还被媒体团团围住 只因为又有人说 这可能是维族人做的 记者Blas Minami整理报道